这个地方的话 我自己也准备了一瓶消毒液 这样一瓶小瓶的 千算万算还是算错 行了这期视频不能拍了 就这样吧 拜拜 终于把太阳等出来了 我在这个地方等了差不多有 不止20分钟了 有半个小时甚至说40分钟的时间 终于把这个太阳等出来了 因为有很大的一片乌云 把这个地方挡住了 那么我想要一个更好的画面 那么这个时候终于判出来了 我来抓紧来说一下吧 那么这期视频其实录的相对来说 我觉得是比较偶然的 因为大家知道波兰这边的话 这段时间其实是有新冠的确诊的 而且华沙也有 那么为了安全起见 那么我就从办公室转到了 在家办公home office这样一种模式 那么这一种模式的话 当然是有利有弊了 那么弊端我觉得最大的就是 办公室可以享用的一些资源 比如说打印机扫描仪 还有跟同事很便捷的这样一个沟通资源 包括整个大楼物业提供的一些资源 那么如果你选择home office的话 那么就相当于是暂时的放弃掉了 但是home office也有它的优点 最大的优点就是时间相对来说比较自由 比如说我可以从早上七点开始办公 一直到中午十一点或者十二点 那么中间的话我可以乘出两个小时的时间 就是完全自由的 我可以出来骑一骑车子 或者说是录一期视频 或者说到我喜欢的餐馆 即便是有点远也没有关系 我可以去吃一个我喜欢的东西 然后再回去继续办公 那么自由度相对来说更大一些 去年我也讲了这种办公方式 其实对于我这种就刚开始起步创业的人来说的话 其实差别不大 因为不管你是在办公室也好 还是在家也好 那么你的所有的任务开销这些东西 都是没有办法去避免的 比如说最简单的 每个月起来房贷车贷 然后办公室的租金 还有就是员工的工资 这些人的话不会因为你没有在办公室办公 而去给你免除 所以说压力还是有的 呃 唯一差别 我觉得可能就只是形式上的不同了吧 但是话又说回来了 这个东西确实需要你自己去进行一些调整 或者说是自己进行一些 呃 合理的分配吧 呃 太阳那是太舒服了 晒得我都有点忘了我想说什么东西了 那么三月份的滑沙 其实树上已经开始发芽了 而且很多新的这个绿草已经顶出来了 那么在这个地方的话 三月份温度差不多在八度到十二度之间 我说的是中午的温度 那么穿衣服的话也是比较舒服的 比如说你可以像我这样穿一个相对来说 还有一点厚的这样一个外套吧 然后里边可以穿一个短袖就完全是可以了 基本上每年在波兰这个地方从呃 三月一直到六月是最舒服的时候 那么夏天的话温度会稍微的有一点点高 但是不影响你的户外活动 不会像国内呃 比如说达到三十五度四十度 甚至说比四十度还高 是很少会出现这种情况的 这也是为什么呃 在波兰这个地方的话 很多家庭其实是没有装电风扇和空调的 那么如果你自己家是南北通透的房子的话 那么你前后窗一开 只要能保证呃顺顺畅通风的话 那么这个家里的温度基本上可以维持在二十五度左右 还是一个比较舒适的温度的 我好像隐隐的已经听到那个飞机又飞回来了 应该不出二十秒吧 那个飞机大家就又可以听到它的声音了 整个冬天从十一月到二月 那么它的这个天气的话 基本上是以阴天或者说阴雨天为主 所以说人是非常难受的 但是一旦进入春季之后 就基本上每天都是这种蓝天白云阳光明媚的天气了 今天不知道是因为我是第一天 home office比较有新鲜感的原因 还是因为今天天气比较好的原因 我反正觉得今天整个都是一种阳光明媚的感觉 感觉很舒服 这个真的是阳光太舒服了 然后刚才在等阳光的时候 我还录了一点 然后把电池消耗了不少 还是有点可惜啊 现在为了考虑电量 也不敢录太多东西了 然后给大家看一下我的新车子 能看到吗 这个地方是可以看到的 那么之前我的那辆车子的话 目前还在我手头 然后如果说大家有想在华沙这边买自行车的话 也可以联系我 因为我现在有两个车子确实是骑不过来 而且我那辆车子的话其实还不错 之前也是 是Cube的一个车子 然后之前也花了不少钱买了 然后维护的话 也是每年春季和秋季两次维护 车子基本上九九成新吧 骑起来也是比较舒服的 样子和颜色 我觉得还是比较 怎么说呢 比较亮眼的一个颜色吧 但是还是挺漂亮的一个车子 我可以把图片打上来 大家可以看一下 如果说 你如果说想买车子的话 可以微信或者说私信我 那么我们可以在华沙当面交易 那当然有在这边比较喜欢骑车子的 或者说比较喜欢户外运动的朋友 也可以联系我 我们可以约出来一起 嗯 春天或者夏天的时候一起玩一玩 我自己还是比较喜欢类似的运动 这个天骑车子还是稍微有点冷 老不老了 对 差点忘了我的那个消毒水了 还是没有形成习惯 如果说习惯了就好一些 太酸爽了 这个因为是酒精含量居多嘛 所以说瞬间一下就全是那个酒精的味道 再往脸上溶 然后手上感觉所有的热量瞬间都被蒸发掉 好 现在我就开始等我的披萨了 差不多应该有10到15分钟就可以好了 还在等待状态 那么能没有特别的快 因为过来人一会儿 但是这个时间应该是吃饭的时间了 已经是1点15分钟了 我差不多吃完饭就赶快回去上火了 你看我包吧 吃饭真的 而且其实也没有特别的爽 因为你随时要接听电话 或者说发信息 你要确保你是在线可以 别人可以找到你的才行 然后可以给大家看一下这个皮肚 还是非常的好的 看着就很香了 好我要开始吃 全部吃完了 全部吃完了 确实味道还是不错 这家皮肚还是很值得推荐的 突然想到一个非常要命的事情 真的是刚才一直都没有想到 因为这家皮肚店是一家意大利的皮肚店 我的天哪 完蛋了完蛋了 千算万算还是算错 其他这期视频不能拍了 就这样吧 拜拜 这样的话是不是好一些 但是现在有一片云完全挡住了我的 完全挡住了 感谢观看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